歡迎收看理財總動員 我是阿哲 今年以來全球股市的表現 都並不是特別的一個亮眼 除了受到全球通膨以及資金緊縮的壓力以外 整體電子產業去庫存的壓力也算是不容小覷 不過近期我們也可以發現到 網通族群以及IPC族群 他們的營售都逆勢大增 但是相關個股的股價漲幅在短線上也已經漲很多了 所以說投資人現在還有辦法進場來做追高的動作嗎? 還要說目前台北股市當中有哪些產業 其實是沒有去庫存的壓力的呢? 今天就讓翁世俊老師來為各位好好介紹 老師 最近我們可以發現到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就是前兩年沒有什麼漲的一些族群 最近都開始動了起來 包含像是網通以及IPC等等 但是相對的 我認為他們這次會大漲的原因主要是在反應 他們近期所謂缺料問題得到緩解的一個問題 但是近期我們也可以發現 包含像是網通族群 以及IPC族群 個股都已經漲很多了 所以說在短線上我們到底該如何來看待這些族群呢? 對 那就是市場把他們看得太好對不對? 然後就是漲幅一大段了 像投心的買盤都進去 最主要是探討說 因為現在很多消費型電子 就是有庫存的壓力 去庫存的壓力 像昨天的 像前幾天 像宏基啊 就是跟他說 庫存非常多嘛 那除了說像廣達 因為他大部分都做蘋果、筆電 比較沒有庫存壓力 但是你看昨天 華碩說 哇庫存的金額高達2000億 嚇死人啊 就是 可能去庫存要到第一季啊 那 這樣的情況下 就是說我覺得消費型電子 他的壓力會比較大一點 可是喔 股價也不一定跌啦 就是說可能利空會不會不跌 所以說我們要看這個循環圖來看 就是說消費型電子有這個狀況 因為去年太好了 可能疫情的關係 那疫情紅利沒啦 對不對 我們現在可能只需要 我們沒有必要去買很多的NB吧 甚至過去大家要換機嘛 那時候什麼 遠距商機啦 宅經濟啦 大家都買過電腦 買過筆電了 現在誰還要買嗎 對啊 筆電一台可以用很久嘛 那手機能用就好啦 因為畢竟通膨其實 造成蠻大的壓力啊 因為通膨嘛 薪水也沒漲啊 我們的錢就這樣子 好那現在 你看NB的PC需求下降 就代表他們很多庫存嘛 好其實從我們看這張循環圖就知道 消費型電子的循環圖 其實從去年喔 可能到去年下半年 年底的時候就開始有聽到一些 重複下單 因為大家搶不到晶片嘛 我跟A公司下單 B公司下單 因為怕搶不到晶片 然後就會造成有一種 重複下單的留言傳出來 好那時候你會發現 股價已經漲不動了 尤其是以驅動IC 然後像是敦泰啊 聯勇啊 田園那些 股價開始跌囉 漲不動囉 因為營收都很好 然後獲利都嚇嚇叫 然後那個資歷率也很高 可是真的漲不動 然後你就看到 欸營收開始下滑 然後財報 財報開始慢慢下滑 現在他們現在公布出來的第二季財報都很嚇人 那個記檢幅度都相當的驚人 其實大部分目前整體台北股市的電子股 應該都位於這個所謂財報下滑的階段 就是除了你剛剛講的那些什麼網通IPC之類的 會比較好一點 其他像有扯到消費型電子 NVPC IC設計記憶體 幾乎都是 那財報還有這些 你看這些財報其實都很差 資料記財報 可是喔 股價已經好像有些開始不跌了 是 華碩今天還有跌 可是你看 今天是禮拜五 我剛剛看了一下像是驅動IC 其實都沒有跌了 是 好像是 像是那個 天玉啊 聯勇啊 敦泰啊 是 那已經跌了一大段了 已經腰斬腰斬再腰斬了 所以會發現到 你看到這些利空 然後去砍股票 你可能砍到地板 是 那砍到地板就算了 你如果去放空 可能空到地板 因為他們現在在做一個 庫存消化的動作 所以現在就是有這個 股價循環圖 給各位稍微參考一下 不要說 你要大概知道這個電子業 它可能就是在這樣子循環 不要說 砍到地板上 看到利空出來 哇 財報好爛喔 營收大不衰退 砍在地板 然後不小心的話 要去追高一些 像是我們剛剛講的一些股票 那些股票可以買 但是你要留意未捷 是 所以說有時候超過股票 是蠻難的 難度蠻高的 那麼老師 在我們大概了解到了 目前整體產業 以及股價之間的一個 連動關係過後 就像我剛才所提到的 因為目前市場 已知的利空是什麼 就是說 這些所謂的庫存 至少要等到明年 上半年才有機會 得到一個有效的消耗 但是市場已知的利空 其實也不算利空 像老師你剛才所講的 有很多財報開的 不是特別好的公司 股價其實也跌不太動 所以說老師 目前整體台北股市當中 我們到底該如何 提醒選股的動作呢 好那這些產業 我們講到說 消費型電子 雖然你知道說 可能說股價觸底 但是反彈其實是 層層的套牢賣壓 而且 他們短期間內的營收 跟財報都不會太好看 所以 要搶反彈 只能就是搶反彈四肢啊 因為你不是說 說它是一個大墮頭行情 可是這些產業 因為這些 我們剛剛講的消費型電子 他們都有庫存的壓力 那也不知道打到什麼時候 他們是這樣講啊 可是也不知道 真的時候 什麼時候才打得完 庫存 好那我們還是選一些就是說 比較沒有庫存陰影的 我們現在有一個 選股三招 第一招就是找那些 沒有庫存陰影的 下半年能見度高的產業 比如說景氣 目前來說 市場比較樂觀的 像是網通啊 工業電腦 前兩個是因為 缺料環節嘛 以前 拿不到晶片啊 因為他們的毛利率 比較沒有那麼高啦 所以說晶片可能拿不太到 大家都在搶晶片 可是現在不缺晶片嘛 所以他們拿得到 所以 開始把之前 積壓的訂單 開始把它 釋放出來 所以他們營收 跟獲利都衝起來 市場上比較樂觀 第三個就是蘋蓋 那蘋果 他就是要出新機了嘛 iPhone最新的一款 那算是救世主 因為所有的手機都賣不好 我們現在就看蘋果能不能賣得好 因為 就他上次公布的財報來看 他的營收獲利並沒有掉 所以說我們會期待這個 蘋蓋股 好再來就是 那他怎麼懸運很多啦 沒有說 這些股票你攤開來看 真的很多 尤其是蘋蓋股就有200大供應鏈嘛 是 好那我們就找 第二點就是說 我們要找年月雙幀 營收 7月營收年月雙幀 至少說營收不要掉太多啦 或是你去看這個 前7月營收是年幀的 好再來 那現在都在公布季報嘛 好那第二季的EPS 年幀率要高 高是高哪裡去 至少要 可能要40-50%以上吧 會比較好 至少你不要找到那種 年幀率衰退的 代表說他的毛利不高嘛 因為營收增加 可是他的 這個 延增率獲利是往下掉 代表說他毛利是衰退的 好第三個 那我們講的這三個產業 當然說 他們比消費型電子好 可是其實股價都漲一大段了 因為 投信可能都去追啦 投信一定是有拜訪公司嘛 拿在前面 對 那如果漲一大段了 那我們就等嘛 等回測支撐手紋在進場 回測支撐手紋有兩種 第一種可能就是月線附近 第二種就是 之前的起漲點 對 我們就來這樣看 那麼老師目前盤面上啊 有哪些標的 有時候符合你這邊 所謂的選股三週 包含像是所謂七月營收 欸其實開得很好的呢 對 然後我們來看 這個我幫大家整理啊 就是說前七月營收的 累計成長率 我們用前七月營收的累計成長率 然後 再用EPS年幀率 高的 你看有 我們看右邊那一欄 有100多%的 我大概都是挑這三個族群啊 我只有挑蘋蓋啊 然後工業電腦跟網通啊 你看這個年幀率都蠻高的 這個 一定要前七月 這個累計成長率是有正成長的 我們看一下 我們要把它放大來看 那其實蠻多檔的 我們又挑了兩頁 因為這三個族群的涵蓋股票就很多了 我們就是舉例說像 滑通嘛 你看這個EPS年幀率是132% 然後再來像眾期 為什麼眾期最近這麼強 財報真的很好啊 你看年幀率是780% 下面還有什麼 3163的波羅威 這是光通訊跟網通類股的嘛 你看它的年幀率是多少 769% 好那像 有光學跟元宇宙 兩大題材的 陽明光跟聯誼光 最近股價也很強啊 都剛創高而已嘛 好那他們的你看這個EPS年幀率 還有個3900%的 還有個290% 這都非常的強 好那我們再往下一頁看 好那再往 往下排的話 其實還有一些像是也是PCB啊 然後網通啊 還有像飛捷嘛 它的EPS年幀率也有高達137% 像正機 這個無線通訊模組的6546正機 它的EPS年幀率也有59% 那我幫大家篩選一下 就是說 最近行情可能就是在 在這些個股 如果說你覺得他們前景不錯 你就把它拍下來 那他們可能會輪流漲 但這些股票最近其實都漲 有一漲斷了啦 可能休息一下 你等拉回再布局 就像大盤嘛 現在已經快到季線附近了 就是以大盤為接嘛 大盤快到季線附近 它會不會再往上衝 不知道 但是也有可能拉回嘛 那你又可以等拉回再布局 不過老師 如果我們拉回到 產業面來進行一些討論 對 不然像是我們剛才介紹到的 網通族群 老師你認為網通族群 未來的展望真的會非常的好嗎 因為就我的看法而言 我個人認為這一次 他們會飆漲的原因 單純就只是因為過去他們是缺貨 缺料最嚴重的一個族群 那現在缺料問題得到緩解了 但是目前整體中間消費性電子的需求 依舊是非常非常疲軟 如果我說中間消費性電子的需求 那麼的疲軟 會不會去影響到未來這些族群呢 這些族群在未來會不會也面臨到所謂去庫存的壓力 目前是沒有什麼去庫存的壓力 目前沒有 那到年底難說 因為畢竟說網通族群 我們就看這一頁 因為現在電子的消費疲軟嘛 可是個股它還是推這個 5G跟WiFi的基礎建設 尤其是歐美那邊 那這個上網的頻數 那個寬頻的那個數量 寬頻數它一定是要越來越高嘛 對不對 我們一定要是要 網速一定是要越來越快啊 有些是我們 假如說我們不出門 在家裡 你會不會要求我上網的速度要越來越快 一定要 所以這個趨勢一定是成長的 而且各國 各國我們不管說 歐美或是中國 他們都推這個基礎建設 所以網通這塊 我覺得它是長線大墮頭 那只是說它去年不好 去年這些股票其實都沒漲 那今年的話 因為我們剛剛講到就是說 這個缺料緩解 所以你看看他們的營收 哇 跳得很快 那只是說他們營收跳得很快 大家就會給他一點放大驚 是 萬一他的獲利 沒有想像中那麼好 就像致意 致意就是說 他公告他第二季的獲利 好像沒有預期這麼好 所以我們就要仔細去看 去拆解 他財報跟營收 當然短線來看 我覺得他們的營收都非常的好 並不會說有大幅衰退 可是到了可能說 11月啊 10月啊 那就要去看一下 他有沒有出現這個月營收衰退的狀況 然後我們就看 你看個股的話 其實像光通訊 網通類股蠻多的 網通股的話可能 光通訊部分還是蠻強的 因為轉機性強 好轉機性他們就是可能 去年都是虧損 虧轉贏 好那網通股的話 比較穩一點 如果說你是覺得說 比較喜歡穩健的股票 可以看網通股 好那麼老師 我們直接來看一下網通族群 當中的一個代表標的 中壘 老師就像我們剛才前面所提到 中壘的個股這場股價 在短線上其實也漲了 非常非常多了 現在投身進場去追高 會不會面臨到一些風險 好那你要想一下 這個股票 其他的網通股 好像中那個 資益都跌這麼多了 資邦公告 他的獲利好像也稍作拉回 可是 為什麼中壘還可以撐在 這邊 就代表他有他厲害的地方 好我們就把它放大來看一下 那 其實他的法說已經講到 他的訂單能見度到明年第一季 他主要的客戶大概都是 歐美的就是比較大的電信商 所以基本上沒有扯到中國就是好事 沒有扯到中國就是好事 中壘就是這樣 好那也持續擴充產能 主要是他法說講的太好了 他7月營收是第一次突破60億 但他重點就是說我 下半年每個月營收都會突破60億 那就很嚇人了 代表說他的營收是不會衰退的 好那這漲那麼多怎麼追 那因為最近的外資投信都一路買 好那我們剛用那個選股三法的第三點就是用技術面 技術面 等拉回 等拉回 好不要急 不要急 因為漲多 跌生的股票你搶反彈還容易漲 漲多的股票你怕拉回 他搞不好就真的會拉回 那你就是因為上去 下面買的可能八九十啊 九十幾買的 上去會有一些 可能獲利了解賣 就等 第一個等月線 是 第一個等月線 第二個你就等他禮拜一的時候 禮拜一有一個長紅嘛 他噴出嘛 是 那可能就是說 那天法縮 法縮後之後呢 他有這個 紅K的一半 在進場會比較好一點 法縮完那天噴出漲停嘛 那就是紅K的一半 我覺得這進場時機會比較好 好那麼老師我們接著往下看一下 IPC族群的一個部分 這IPC族群其實相對於網通族群來說 是更早在反映所謂缺料問題得到緩解 自然啦股價也是算是率先來提早漲了一波 但是相對的我認為我對於這個族群的看法 跟剛才網通族群的看法其實 疑問也蠻像的啦 就是因為他們是主要是在反映缺貨 缺料的問題得到緩解 那主要是因為過去他們的拉貨動能比較小嘛 這樣他們出貨順序可能會排在比較後面 那現在長料不缺了 短料不缺了 老師你認為這個族群 所以未來還有虛漲的可能性嗎 好那其實網通跟工業電腦 它的共同特性就是說缺料緩解嘛 然後有開始然後營收開始慢慢拉起來 可是畢竟兩個可是我覺得不太一樣 工業電腦它是就是說 譬如說一般我們用個人用電腦嘛 應用在你自己要幹嘛都可以幹嘛 那工業用電腦就是 簡單一點就是說工業用的啦 那你可以用在一些很多啦 像是像公車的那些看板啊 那些麥當勞啊 或是那些點餐機POSE機嘛 或是博弈用 網通用也可以啊 然後航態也有 它的範圍相當廣 它是比較屬於客製化 並不是說標準化 那它是長線 它是用可能每年5%5%的成長率往上 它不是那種爆炸型的 但是它是長線多頭的 它跟網通有一樣 它是比較算剛性需求啦 不是說會受那種消費型電子轉弱的影響 那就是長線多頭 那我覺得這種股價它就是溫溫的漲 溫的漲 好那我們放大來看就是說 工業電腦我覺得下半年出貨還是有機會成長 你看這些大廠 當然龍頭是岩滑啦 岩滑然後再來像是華漢 它們兩個做的差不多 它們主要就是說工業用的 工業界用的個人電腦 那剛剛我們有談到就是缺料緩解 所以它是營收往上衝 可是喔 這客戶的訂單它其實是有增無減的 好那再加上這個工業物聯網的題材 自助化服務的題材 所以他們還有一些未來的擴產計畫 這些是長線大多頭 是 所以股價比較溫和一點 是 那麼老師我們一樣針對個股 來跟您進行一些討論 我們直接以振華電腦來做舉例 近期我們可以發現到 IPC族群當中其實有一些個股 在股價創新高知道 率先出現了拉回 這投資人可以趁著這波的拉回 進場去做佈局嗎 我覺得可以啊 就像大家可能覺得說 最近網通漲多拉回 那工業電腦會不會也會 可能就是稍微被拖累下來 像 814的鎮華電 這頭性滿很多 這真的是股價也夠強 你看 台股都還在反彈去 找季線 月線 月線 首穩 早期 你看鎮華電他早在先前就創新高了 而且在台股重挫的時候 那時候還軍演 他還在那邊大漲 真的夠強 但是不要追高 因為追高就容易有賣壓 好 那我們來放大來看一下這張股票 好那他是主攻一些POST機 還有一些多功能事物機 那也是一樣就缺料還減 所以營收是同期新高 好那有個題材就是商業物聯網復蘇 所以他的剛公告 好我記得是昨天 好昨天公告 這個EPS 好上半年6.13 同期新高 那可能說 是不錯 可是沒有想像中的 這麼驚豔 畢竟以他的股價來說 所以說 稍微拉回 今天有點拉回 拉回的時候 一樣拉回找佈局 好那我們想一下怎麼佈局 第一個月線 我們看月線大概在143 那可能會稍微變動一點 第一個月線可以佈局 我覺得啦 我們就是反正 你說葛蘭幣巴拉法則月線在上揚 那股價 拉回到月線 就是第一個佈局點 第二個就是 之前的 之前他大概的壓力 你看大概也是在140幾附近 140到145 那壓力突破就轉支撐 所以說回來 我覺得那邊會有一個 不錯的支撐點 就是這兩個點 我也會建議大家可以稍作佈局 好那麼老師我們最後 再針對蘋蓋股跟您做一些討論 近期我們可以發現到 蘋果的財報其實開得 算是非常的不錯 甚至對於 對阿iPhone14的一個銷量 其實也算是看得還蠻不錯的 對 救世主嘛 老師你剛才有提到 所以說老師您針對蘋蓋股 你會如何來看待呢 好那 蘋蓋股這種就是 冷犯熱潮 但是 之前就是說 大家對蘋蓋股已經 不期待了 因為它供應鏈實在也太多了 你也不知道怎麼挑 但是有時候 失望很久之後 今年它就變救世主了 是 因為你不會去買其他手機 就是非屏手機太慘了 是 現在大家反正 我們手機能用就用嘛對不對 可是 大家對手機的概念就是說 我要用好一點 反正我一直可以用很久 對 那可是這種 積壓的買器 大家就想要買好一點的 那可能蘋蓋股我們可以多多期待 而且最近的蘋蓋股 大家都討厭這種 用什麼瀏海 對不對 是 今年好像說要把這個瀏海 其實它每年都說要用掉 對 搞不好就真的用掉 大家都不喜歡這個瀏海 搞不好瀏海刪掉 好那還有一些其他的功能 我們就來觀察一下 好那9月也要 舉行秋季發表會 那三星已經發表了 最新的摺疊劑 看起來不錯 但我覺得 台灣人還是喜歡 蘋果手機 中國人也是 就是在大陸 大陸人也是 他們也喜歡蘋果手機 好那我們就來放大一看 這個 概念股我們就可以 觀察一下 那初期的背貨大概 9000萬支到一支 沒有變動喔 大家會怕說會不會下休 目前來看是沒有變動 那個股很難選 因為非常的多 非常的多 那我們 幫大家挑就像 鴻海啊 真頂KY 華通加聯益要華 自身台表格 就是最近喔有轉牆的 那 集中在第一個組裝 第二個就是PCB 因為 要輸貨的話 PCB一定是第一個 好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很多檔啊 PCB 像你看 真頂KY 他PCB很弱吧 真頂KY真的很強欸 你看這個 還有說要跨足這個ABF ABF三雄都疊翻 說要打帶跑 對 ABF都疊翻正做反彈 可是說你看真頂KY 他就真的很強 他也是紅家局 那我們再看一下這檔是 像轉機股啦 2367的樣子 他比較便宜啊 那現在因為低量嘛 有時候 可能低價股會比較有機會 而且那種就是說 之前都沒漲 突然這樣漲起來 你可以特別留意 我們剛剛看的兩檔 都是說等拉回 可是這檔我覺得是正在發動 不一樣 就是說 這兩天還漲起來 並不是說漲了一大段 好那為什麼最近還漲起來 因為他之前是虧損 是 虧損那公布第二季財報 虧轉贏 這個題材 虧轉贏大家最喜歡 像光通訊是虧轉贏 對 他標的是比那個 網通股還強 就是一般的 就是說 做一些什麼路由器啊 交換器這些的還強 好那我們看一下要法 放大來看 好第二季終結虧損 上半年也是轉虧為盈 所以 7月的營收也是年增 不錯 年增55% 好那蘋果的 拉荷旺季來 那要把他做一些 汽車板啊 電動車低軌微型 其實他也有做啦 是 那大概PCB佔的大概 佔的比相當高 也是蘋果的大客戶 好那你看一下他的線型喔 最近這一兩天才開始轉強 尤其是本週 好就是這種 均線糾結之後 往上做突破 也突破年限 年限的話在大概18塊附近 那我覺得 如果真的回到年限 是很好的目局點會 那如果沒有的話 有可能說 強勢股標起來 他可能不會回到年限 所以可以追看看嗎 那你就 沿著無日限操作 適當的追加 沿著無日限操作 會很好 跟剛剛那兩檔就比較不一樣 好的 那麼以上就是今天翁世俊老師 針對今年下半年 相對有機會的一些產業 幫各位所做的介紹 大家也可以持續來 多做留意跟觀察 那麼今天因為節目時間的關係 其實還有很多很多 不錯的標的 每年在節目當中 第一時間幫各位親情介紹 不過沒關係 對於這些個股感到興趣的 也歡迎直接加入翁世俊老師 Light來做詢問 甚至對於手中的個股 不知道該如何操作的 也歡迎直接加入翁世俊老師的Light 來做詢問 老師都會親自來做回覆 喜歡我的影片也記得 可以幫我們的頻道 訂閱按讚和開啟小鈴鐺 那麼這一期理財總動員 就先告一個段落囉 觀眾朋友我們就下集再見囉 掰掰